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总体经济学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参与我们总体经济学 这个讲次的讨论 那我们这个讲次就是要谈货币的攻击 跟货币市场均衡的一些问题 我们在前个讲次谈到的货币的功能 还有货币的需求 那当然我们也谈到古典学派的货币需求想法 还有凯因斯货币需求的想法 好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来谈一下货币攻击的部分 那谈完货币攻击以后 那我们把货币需求跟货币攻击结合在一起 那进一步谈货币市场均衡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次 就货币市场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讲次的所谓的 单元的学习目标 那这个单元学习目标原则上有三个 第一个当然要先要知道一下货币攻击 它的定义跟它的总技术 它是怎么计算的 那第二个我们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它的工具还有它的内容 那第三个我们要了解一下货币市场 它的利率水准是怎么决定出来的 怎么决定出来的 好 那围绕这三个学习目标 那我们的整个的课程的内容的设计 大概整个授课单 授课大纲 大概是包含有几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货币攻击跟它的衡量 我们要先去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货币攻击 那你怎么去计算货币攻击 那第二个是存款乘数 那货币攻击除了通货以外 还有货币存款的部分 存款货币的部分 那存款货币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那再来当然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发行通货的所谓的中央银行 它如何去发行通货 它如何去控制 通货跟货币的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最后谈到 所谓的货币市场均衡 当然我们从流动性偏好理论角度去谈它 好的 那对我们的授课大纲 有所认知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下 第一个谈货币攻击 这个总技术跟它的衡量 好 那一般而言 通货的发行在全世界各国 都是由中央银行来发行的 那我国也不例外 例如我国的中央银行法里面就有规定 那中华民国的货币 原则上是由本行 由本行发行 也就是说由中央银行发行 那它发行的货币 一般我们就称为国币 那这种国币在中华民国境内的一切支付 它是具有无限法常的效力 无限法常的效力 这是在通货的概念上来处理 好 那央行发行的通货以外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使用的白花花的钞票 其实就是所谓的通货 可是在我们货币攻击里面 除了这个通货以外 其实我们的货币攻击 不仅包含这个通货 例如说我们常常看到的 一般业界就做生意的人 他们会有所谓的支票存款 像我们一般社会大众 有所谓的活起存款 有所谓活起储蓄存款 有所谓定期存款 定期储蓄存款等等的 这些透过所谓的货币存款机构 所创造出来这些所谓的存款货币 也是属于我们的货币供给的一部分 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在定义货币供给的时候 我们所定义的货币供给 往往是指说在某个时点之下 这些企业或个人 就是不包括一般的金融机构以外的这些人 他手中所持有的这些通货跟存款货币 这个总和我们就称为什么 称为货币供给 那因为货币供给 它找的是某一个时点之下的总量 所以它也是一个什么 存量的概念 所以货币一般货币供给 我们又称为什么 称为货币存量 货币存量 好那货币供给它是一个存量的概念 那一般的货币供给的衡量 真正要去计算货币供给的时候 那各国各国也许会有不同的定义 那我们国内 针对货币供给的定义 我们国内就有三个 一个是所谓M1A 一个是所谓M1B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M2 好那根据我们国内定义 M1A包含什么呢 M1A就包含所谓的通货进额 加支票存款 加活期存款 那M1B呢 M1B就是M1A再往上加 再加上一个活期储蓄存款 那M2呢 M2就是M1B加上准货币 准货币 那在这个货币 各个货币的定义的情况之下 特别要跟各位同学提醒 是所谓的通货进额 什么是通货进额 我们刚刚有提到 通货是由各国的中央银行发行的 也就是我们所中的那些 所谓的白花花的钞票 就称为什么 称为通货 那什么叫进额 所谓进额就是 那些通货 如果在中央银行 只有在金融机构 包括中央银行 只有在金融机构里面的那些 通货不算 那个我们就称为什么 称为通货进额 那举个例子 最简单的例子 例如说我们ATM 我们一般的那个 自动提款机 ATM里面的闲 里面那个白花花的钞票 就不算在通货进额里面 可是当你去把那些白花花 从ATM里面 把它领出来的时候 那些通货就属于什么 那些白花花的钞票 就属于通货进额的一部分 这是所谓的通货进额 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 所谓的准货币 Quasi mining的概念 这个所谓的准货币 所指的是什么 在我们国内定义当然包含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等等的 甚至于包含邮政储金的转存款 那例如说我们还包含了 外国人持有的中华民国 就中华民国台币 新台币的存款 这些都是属于准货币的一部分 好 所以由这个定义 由我们的M1A M1B M2 这个三种定义 我们可以很直觉发现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流动性越高的就定义在越前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M1A的流动性会比M1B还高 那M1B的流动性也会比M2还来的高 我们在上个讲次 也曾经对流动性做了一个定义 什么叫流动性 什么叫流动性 也就是它变换成通货的难易程度 对不对 好 所以一般来讲 M1A M1B M2 它的流动性是会越来越低的 可是根据这个M1A M1B跟M2的定义 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个货币的包含范围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我们国内针对货币供给 它的计算在衡量跟定义上的情形 好 那我们国内的货币供给 这三种货币供给的情况 近十年大概是怎么样 我们以图表来加以说明 好 这张图是我们近十年来 货币供给量的一篮表 好 那这个是货币供给额 就供给的部分 从民国90年到100年 那这分别是每一年就每一年年底 就起底 每一年年底的金额数量是多少 那我们有提到过货币供给它是个存量 就截至某一年年底一共多少 截至每一年年底剩下的就全部是多少 那我们可以看到M1A 大概就是4.5兆左右 到100年大概4.5兆 那M1B大概是11.8兆左右 11.8兆大概两倍多 是M1A的两倍多 那同样的M2也是多少 M2是32兆 32多 32兆多 好 那大概也是什么 也是M1B的两倍多左右 好 这是M1A M1B跟M2的一个情况 那就年增率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M2 它是什么 原子团都是在增加的 都是年增率都是有在增加的 这是我国近10年来 货币供给的一个一览表的情况 好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讨论 欢迎同学各位同学 再继续回来进行我们的讨论 我们刚刚谈到的货币供给的定义 尤其是谈到我们国内货币供给的M1A M1B跟M2的定义还有它的衡量 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下我们国内的货币供给三种货币供给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来谈到影响货币供给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一个是商业银行也就是创造存款货币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节我们才来谈中央银行 它创造通货的这个部分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个所谓的商业银行创造所谓存款货币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这一节来介绍所谓的存款乘数 存款乘数 好 要介绍存款乘数 那我们就要先知道商业银行它扮演什么角色 那它扮演的角色 当然我们就要知道商业银行到底在做什么 其实商业银行讲白了 商业银行做什么 它在吸收存款 那它把到它吸收到的存款在什么 在贷放出去 那它贷放出去的 贷放出去的钱呢 那这些社会大众有可能就会再回存到商业银行来 那当回存到商业银行来的时候 例如说它存在活起存款 存在支票存款等等的 那么就会创造出所谓的存款货币 就创造出了所谓的存款货币 好 所以一般我们商业银行很简单 我们的商业银行就是要办了活起存款 资票存款等等的 再把这些它拿到了这些准备 拿去贷放资金提供信用 长期跟短期的信用 好 那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当商业银行吸收到存款的时候 例如说100万存款进来的时候 那实际上商业银行能不能完全动用这100万的存款 理论上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央行有规定 当你吸收到存款的时候 这个存款是人家随时会来提令 所以你需要怎样 你需要保留一定的准备 一般我们称为法定准备 法定准备 那要保留多少法定准备 一般来讲央行会有规定 规定所谓的什么 法定准备率 也就是说你吸收存款100万 好 那如果你要保留20万的法定准备的话 那就代表法定准备率 也就是100万分之20万 也就20% 所以当你每吸收一块钱的时候 你就有两脚是不能带放出去的 所以整个吸收进来存款 这100万里面 就要保留20万的法定准备 那剩下的80万才是称为所谓的自由准备 什么叫自由准备 也就是商业银行可以自由动用的部分 好 那商业银行这个部分呢 最主要有两种处理方法 一种处理方法是什么 贷放出去 就如我刚刚说的 它会放款 放款 那放款剩下的部分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库存现金 库存现金 那一般我们就把这种库存现金称为什么 称为超额准备 也就是说实际上 商业银行持有准备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法定准备 一个是超额准备 超额准备就是库存现金 法定准备就是央行所规定的 原则上是要存在央行的 在我们国内存在央行 一般就有两种 有甲乙两户 有两种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商业银行 它吸收到存款以后 这个准备它的运用的状况 那很重要一个就是什么 它会做放款的动作 会做放款的动作 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商业银行的准备一般来讲 它的实际准备 就会等于法定准备 再加上 再加上所谓的超额准备 也就是库存现金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商业银行的准备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下 为什么商业银行要有准备 为什么要有所谓的法定准备 一般来讲中央银行要规定 商业银行会有法定准备 其实想法很简单 例如说要提存嘛 对不对 你人家存款进来以后 总是要提存 你总不能把钱全部花出去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央行为什么要规定商业银行 要有所谓的法定准备的几个原因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为了要提高中央银行 管理流动性的效率 跟稳定市场的短期利率 因为我只要有规定 法定准备的话 那我就知道商业银行 要有多少持有法定准备 那这个短期利率水准 一般我们所谓猜款市场的利率 也就商业银行借款的这个市场 就会比较容易控制 也就是这个短期的利率水准 就是比较容易去稳定 比较容易稳定 这是第一个理由 就是提高中央银行 管理流动性的效率 跟能够稳定短期的借款利率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什么 要建立社会大众 对所谓的金融体系 提供充分流动性的信心 流动性的信心 怎么说呢 因为一般来讲 商业银行的资产 它大部分都是属长期性的 可是负债都是什么 都是短期的 例如说支票存款 例如说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了不起半年期 一年期的定期存款 随时人家都会来兑现 所以为了让社会大众 对金融体系有信心 商业银行就要 商业银行就要什么 就要有一些准备固定在那边 所以央行就会去规定 那另外一个 如果当商业银行 没有钱 钱不足以致应提存的时候 那你有准备金在的时候 也有一个好处 是什么 它可以以准备金 以它在央行的准备金当作担保 向央行争取所谓的融通 这也是另外一个重点 那第三个 当然就是所谓的货币政策的部分 它可以用法定准备率 作为货币政策的工具 来调节货币供给 这个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呢 因为存款准备率 如果央行调得越高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商业银行能够 带放出去的这个 自由准备相对来讲就会变少 所以它能够带放出去的钱 相对来讲就会变少 所以整个货币供给的创造 也会变少 所以呢 商业银行啊 透过央行 只要透过法定准备率的规范 那就能够影响到 商业银行的带放金额 进而影响市场 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 进而影响整个市场 整个社会的利率水准 这个以上三个就是 中央银行为什么要规定 法定准备率的最主要的原因 好 知道了商业银行的 这个基本的架构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商业银行 存款货币机构 它到底是如何创造出 所谓的存款货币出来的 为了要简化我们的模型的分析 就简化整个的过程 我们底下针对我们的分析 有几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假设 当然就是我们假设商业银行 它只办理所谓的 支票存款的业务 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等等 我们都不办 第二个我们假设商业银行 它不会持有超额准备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整个的存款进来以后 除了保留法定准备以外 所有的自由准备 会完全贷放出去 好那第三个 我们假设什么 假设社会大众不会持有通货 那这个有个重点 什么重点呢 也就是说当商业银行 把钱贷放给社会大众的时候 那么社会大众 它不会持有这个通货 它会完全存回商业银行 那因为商业银行就只有这一家 也就接下来第四个我们的假设 我们只有假设 就只有那么一家商业银行 假银行 好了有了这个基本的假设以后 我们接下来就用图表来展现一下 我们所谓的存款货币 整个创造增加的一个过程 好 各位同学可以看到这张图表 这个是所谓的存款货币的创造 创造过程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是一个支票存款 那我们在这里假设 那个法定准备率是20% 也就是100万进来的话 那商业银行只能保留 要保留20万当作法定准备 剩下80万才是自由准备 那有了80万自由准备 我们刚刚又假设 商业银行不会持有超额准备 所以它80万完全会带放出去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假设这个社会大众 这个A这个人 他有500万的通货 今天他把这个500万 存到假银行来 所以假银行 他的负债就有个A 500万的存款 这500万存款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支票存款增加500万 可是同样的 他的准备金会增加多少 也会增加500万 可是这500万呢 里面有20% 也就100万 是法定准备 是不能动的 其中剩下准备金 400万才是可以动的 那这个400万 就会是可以 所谓的自由准备 那这个自由准备本身 就是商业银行 他可以做库存现金 或者是所谓的贷放出去 那我们刚刚已经有假设了 商业银行 他不会持有所谓的超额准备 所以他会把这400万 再贷出去 我们假设他贷给B好了 那B会持有这400万的通货 可是我们刚刚又假设B 社会大众不会持有通货 所以B又会把这400万 回存到假银行来 因为我们假设只有一个银行 所以B就会 假的银行这边负债 又会增加 继续增加 B又会增加B400万的存款 就是支票存款 那同样他又会再拿到 除了原来保留 法定准备100万以外 他这边又会拿到 400万的准备金 可这400万准备金 有20% 也就是80万 他是不能动的 是法定准备 所以这400万 剩下只有300万 是自有准备 那他又会完全带 假设他带给C 那C不持有通货 他又回存回来给假银行 所以假银行的存款 又会 支票存款又会增加320万 那支票存款增加320万 准备也会增加320 可是其中的20% 64万是不能带的 是法定准备 剩下256万要再带放出去 例如说带放给D 那D不持有通货 再回存到假银行 假银行的存款 支票存款又会增加256万 那如此不断的循环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假银行的准备金 没有办法再带放出去 就完成了整个货币创造的过程 那这整个货币创造的过程 我们发现 整个货币创造多少 存款货币创造多少 支票存款这里有500万 这里有400万 这里有320万 这里有256万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A跟B C 这些带放出去的这些存款 全部加总起来的话 我们就发现 它会等于多少 它会等于0.2分之一 成什么 成原始的这500万 也就是说 当这个通货一存进来500万以后 整个存款会增加多少 会增加2500万 那前面这个数字 一般我们就称为什么 称为存款乘数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讨论 欢迎各位同学继续回来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存款乘数 刚刚我们通过图表介绍了 整个存款货币创造的整个过程 那我们发现 整个的货通货 只要是一增加500万 那商业银行开始不断的 不断的带放出去 回存 带放出去 回存 带放出去的结果 最后我们的存款货币 在我们那个例子里面是支票存款 它会增加多少 会增加500万的一个倍数 那个倍数是什么 我们就称为存款乘数 那存款乘数多少 刚好是多少 也就是法定存款准备率分之一 法定存款准备率分之一 也就是相当来讲是说 如果法定存款 以刚刚那个例子 法定存款准备率 如果是20% 那么我们的法定存款准备率分之一 也就0.2分之一 也就是5倍 也就是5倍 好 所以我们的存款乘数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准备货币的增加 如果增加一元的话 那我的存款货币 就会增加几倍 就会增加几倍 所以我们的存款乘数就是什么 就是法定准备率分之一 法定准备率分之一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存款乘数的一个想法 好 那了解 法定这个存款乘数以后 我们就进一步可以知道 如果这个法定存款准备率越高 正如我们刚刚讲 法定存款准备率越高 那么商业银行的自由准备就越少 能够贷放出去的贷款也就越少 所以能够创造的存款货币 也就会越少 所以在其他情况不变之下 存款准备率越高 法定存款准备率越高 那么一般而言 能够创造货币供给 能够创造的货币供给 也就越低 也就越低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知 那接下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要提醒各位同学 我们刚刚 那个整个存款货币的创造 是在几个假设之下所做的 哪几个假设 一个很重要的假设是 商业银行不持有超额准备的 同学可以回想一下 如果商业银行会持有超额准备的话 那代表它的自由准备 有一部分它是不用的 不带放出去的 所以当它持有超额准备的时候 也就代表商业银行 能够带放出去的钱 会比较少 会变低了 所以整个能够创造的存款货币 也就会变少 所以如果商业银行持有超额准备 那么我们告诉你 存款层数会更进一步更低 好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社会大众 会不会持有通货 我们刚刚的推论是什么 是假设它不会的话 那如果社会大众会持有通货 那会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想象 当商业银行把钱借给B的时候 那B会不会把它全部借到的钱 全部回存 不会 它不会全部回存 所以能够创造的那个供给 能够创造的存款货币 也就会下降 所以当社会大众会持有通货的时候 那么整个货币存款层数 也会怎样 也会变低 所以我们所推论出来的 法定存款准备率分之一的 这个所谓的存款层数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所谓的最大的存款层数 因为当商业银行会持有超额准备 或者是社会大众会持有通货的时候 那么这个存款层数 就会下降 这个存款层数就会下降 以上就是我们所谈的 商业银行扮演货币公企 一个很重要的商业银行 创造存款货币的整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另外一个 货币公企的另外一个重点 也就是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我们要看它的货币的政策工具 还有它所扮演的一些角色 第一个我们一般 中央银行它有一些货币政策 那它有一些目标 那它的目标有什么呢 最重要货币政策目标是 维持物价水准 还有经济发展 健全金融制度等等的 那可是维持物价稳定 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 所以物价稳定往往是央行 所要做的事情 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好 那央行为了要维持物价稳定 或者是促进经济发展 它往往有一些政策工具的 像一般的政策工具 常见的政策工具有 例如说我们有所谓公开市场操作 有所谓的重贴线窗口 有所谓的准备金制度 甚至我国还有所谓的金融机构 转存款 甚至选择性的货币政策等等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央行这些政策工具 它到底如何处理 在开放市场里面 公开市场里面 那它就可以到这个公开市场里面 去做什么 去做买卖 买什么 买债券或卖债券 当它去买债券的时候 那就代表什么 它会释放出通货 那释放出通货 国内的货币供给就会怎样 就会增加 那同样的 它如果是卖债券 那它就会收回通货 会收回通货 国内的货币供给 就会因此而减少 所以公开市场操作 是央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控制货币供给的一个手段 它的一个手段 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 是从贴线 就是贴线窗口的部分 那央行贴线窗口 一般来讲 讲简单一点就是什么 就是供什么 供商业银行拿票据 拿票据是跟他什么 跟他借钱 跟他借钱 那一般最常见的借钱是什么 是用未到期的票券 是用做重贴线的动作 那商业银行 跟央行做重贴线的时候 那央行要收什么 要收利率 那这个利率我们就称为 重贴线率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从贴线率越高 那一般来讲 商业银行 借钱的这个动机就越少 好 这个大概是贴线窗口的部分 那当然还有所谓的 短期融资等等的 同学们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 所谓准备金制度 那准备金制度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会规定 商业银行要有法定准备 所以当商业银行 有法定准备的时候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比较容易去控制 例如说商业银行的准备的需求 控制短期利率等等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就会要求 商业银行要准备金 所以央行如果透过 法定准备率的控制 它就可以控制所谓的货币供给 它可以影响商业银行 到底能够贷放出去的款项的多寡 进一步影响货币供给 好 了解中央银行的这些政策工具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国现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们可以发现 这些法定存款准备 它的这个法定准备率 会依流动性而越来越低 同学们可以自己 可以再详调去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货币市场均衡 那货币市场均衡 我们透过流动性偏好理论可以知道 货币市场 我们来看这张图 货币需求曲线 这条货币需求曲线是负协率的 利率越高 货币需求就越低 这是凯因斯的所谓投机性的货币需求 这个我们在谈货币需求 第八讲的时候已经有谈过了 那就货币供给而言 因为它决定在央行 央行的政策可以决定货币供给 所以它也不受市场利率影响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均衡的时候是什么 是在这个I-Star 也就决定利率水准 那我们发现 如果不在这个利率水准 如果利率比较高的时候 那代表什么 代表供给是超过什么 超过需求的 所以持有这些超额 货币供给的人会怎样呢 他就怎样 他就不会想要持有货币供给 也就想要去买什么 去买债券 可是当你去买债券的时候 债券价格就上升 所以如果有超额供给的时候 那么市场利率就跟着往下调 而达到什么 达到均衡 这就是货币凯因斯的 流动性偏好理论的 货币市场均衡的时候 来决定利率水准 来决定利率水准 好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货币市场均衡以后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凯因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 利率是决定在哪 决定在货币市场 可是我们在讲商品市场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古典学派认为什么 认为利率是决定在哪 决定在商品市场 也就是古典学派 所谓的可贷资金理论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学派 对利率的决定 是完全有不同的看法的 好 那限于时间 我们今天的讨论 就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同学的共同参与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